剛剛看到川普發表的演說 但CNN指出 其實川普在台上多次脫稿 自己增加了近三成的內容 也至少有22個錯誤發言 包含誇大自己任內世界和平 甚至提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也希望他勝選 美國前總統川普獲得共和黨提名 宣告再戰白宮 在共和黨大會的最後一天 發表長達90分鐘的演說 大談美國團結 是他近年來最長的提名演說 希望振奮共和黨選民 不過CNN卻指出 川普在台上多次脫稿 自己增加了近三成的內容 川普在台上提到 跟擁有大量核武的人相處很好 還表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非常想念他 期待他再次入主白宮 這番言論令人滿頭問號 CNN還點出川普在提名演說中 至少有22個錯誤 其中包含誇大自己任內世界和平 或扭去一些不存在的事實 至於選民又是怎麼看呢 美國民眾對川普的提名演說評價褒貶不一 有人認為川普正分人心 能夠凝聚美國人團結 充滿力量跟對未來的期許 但也有人批評他憑空捏造事實 演說後繼無力 仍然不改川普愛吹噓的本色 blacklav藏騰編衣 裏看打電話